妹妹们今天我突然觉得我的儿子是生对了 今天被我儿子给暖到了 我突然觉得生儿子也不算是太赔钱的买卖了 我其实在那个新西兰怀孕的时候 六周那个住宅室呢 就让我去做了一个基因检测 那个时候他就告诉我 我的结果是儿子 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就有点崩溃 因为我觉得完蛋了 这下午可算是赔大法了 而且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生儿子 我觉得我肯定是生女儿的呀 今天是怎么回事 今天是我帮他收拾客厅的一些玩具 帮他捡的时候头撞到了沙发上 但平时都已经习惯了呀 直到你亲一块子一块的时候 你才想到 我前两天哪儿来哪儿撞了一下 但是今天正好我跟我父母道了了一下 他就在喝奶 但平时他喝奶呢 就是坐在那个椅子上 是我定的规矩 但是今天他要拿那个奶瓶 他追着我走 他没有追上 喝完奶之后呢 他就把这个奶瓶照平时一样 搁到那个姥姥的那个厨房的桌子上 但是他是回着头搁的 搁完之后马上就转头朝我 然后向我要扑来要抱的那种感觉 头扬成了90度 然后就把它抱起来 我妈说 可能是因为你刚才说 你撞到头了这么一个事 后来我把它抱起来之后呢 他就开始搂着我 给我揉头果不其然 过了一会儿呢 他还赶紧要下来 下来之后 他马上要去拿那个湿的餐巾纸 说给我擦头 那意思就是说涂点药 他抱着你的那种感觉 和他心疼你的那种感觉 你是能够感受到 你突然间就觉得 哇又多了一个人 真心真意的去心疼你 觉得好幸福 好治愈 突然觉得这个儿子 我是生的直了 因为始终觉得 女孩心疼妈妈是理所应当的 但是男孩心疼妈妈 至少在我这儿是超出预期的 其实在这之前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过 会生儿子 我的那个购物车里 各的全部都是女孩的衣服 直到住产师告诉我是男孩 我就清空了这个购物车 我觉得男孩在我的印象中就是 你要给他付出 直到他结婚生子 后面你还要给他付出 你要给他准备车准备房 甚至思考他的人生 把他规划人生 但是女孩不就是天生的小棉袄吗 真的是在最开始的时候 刚生了孩子 对我问我说你更喜欢他一些 他更喜欢我一些 我就跟我对我说 我更喜欢你一些 原因是他至少现在不能跟我干活 所以那个时候我对他的预期 可能只是他长大之后 能帮我西西沉蹲蹲地 干个活仅此而已 直到他一岁的时候 我就已经碰到过他 很心疼我的事了 你们俩玩的时候 他会推倒在地上 我坐在地上 他就赶紧过来抱着我 去哄我 还有的时候他很淘气 他哭到的时候 不小心会伤到我 我就说好疼啊 他就过来哄你 但是在这之前 居然因为他的原因 我觉得他可能是因为 觉得有一点自责吧 但是这次跟他没关系 所以这次是真的把我暖到了 还有一次 就是前两天 我们家吃渣浆面 我吃了好多 我妈就说 你怎么吃这么多渣浆面啊 你都快把盘子给吃进去了 他没有明白前面那个话 他就以为 我把盘子给吃进去了 他就一下哇就哭了 他心想 你怎么能吃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吃下去完蛋了 这个盘子是不能吃的 就跑向我赶紧安慰 因为那个时候 我正好是躺在地上 因为我撑着了嘛 我躺在了我们家的地毯上 他就以为我生病了 或者说吃了盘子 而且他每一次抱住你的时候 都是那种特别使劲 用尽身上所有的力气 然后他沉默 一点声音都没有 就喘着粗气 彻底能够感觉到 他实在心疼你 全顺的那句 此时无声尚有声的那句话 非常的治愈 但是同时呢 还是有很多的起人忧天 就觉得女孩 天生的小棉袄嘛 对不对 那男孩他现在心疼你 他到了青春期 他还会心疼你吗 他结婚生子之后 他还会这样心疼你吗 很纠结 你肯定是不希望他疏远你 我也不希望他成为一个妈宝 所以想一想 其实我觉得他只要能够 保持一颗尊重妈妈的心 然后他能够从心底 深深地爱着妈妈 我觉得就够了 其实真的 不管是生男孩 生女孩 真的 大孩子这件事 真的太累了 要付出太多了 我在生孩子第一天 我觉得特开心 当妈妈 觉得很有成就感 但是第二天 我突然意识到了 以前的那个我没有了 因为你所有的时间 所有的心思 一下子变得 全部全部集中 在这个小人的身上了 你已经没有自己了 自己已经远去了 离你远去了 我就非常的失落 在这之前 就没有任何一个人 告诉我 以前的自己会消失 虽然现在 小孩已经两岁多了 但是我觉得 在这两年当中 我一直都是在 找以前的自己的 那个过程当中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 反正我是谁 今天就聊到这儿了 拜拜